在這樣運作上面是不是會覺得不方便 或者是我想這一點 市長可能要跟教育處這邊能夠多聯繫 那是不是能夠把這個空間騰出來 能夠做這些老人和小孩子的這些事工 那在日本其實已經有的社區 有的學校已經也結合 就是說一起把老人的這個日拓中心 也納入在學校裡面 跟他們學生一起 一起在生活一起在學習 這是給市長的建議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市長也會尋求資源 就是與大專院校來簽署合作 然後特別在暑期的時候 或者寒假的時候來幫助這些孩子 那其實這一點是非常好的一個資源的能夠協助 那我們知道現在社區裡面 有非常多的弱勢家庭 他們在暑假的時候就 把小孩子送到安親班 這兩個月當中就必須 大概要多這個發費 大概要一兩萬塊錢 那這一兩萬塊錢就等於他一個月的收入 其實如果有這個資源 能夠來進駐學校 那特別現在市政府也有在做一樣事情 就是那個議政署也有來幫助這個弱勢的孩子 這樣子在做 但是往往這個時間都非常短 那我也建議市長在 與大專院校這個簽署合作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溝通 這個來幫助這些學童的時間要長一點 不要坐了一個禮拜 然後其他的時間叫孩子要到哪裡去 我希望能夠藉著這些的大專學生的 這些的不管是學歷也好 他們的活力也好 能夠來幫助這個孩童 來過完一個這個快樂的暑假 好 最後是以上的建議 好 謝謝我們連點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南銘黃陳明健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這一次的 市長施政總報告 我早上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 研議了一下 那我想在這邊 看得出來 林市長有用心在做一些調整的努力 那市長呢 也針對這一年多來的改變 市長好像非常的滿意 那我想我除了鼓勵你以外 但是我要建議市長 你要謙虛謙虛再謙虛 因為啊 這些小小的改變跟進步 跟你選舉的政見的口號 差很多 你說要騰農換鳥 你要都市更新 你要四港合一 要聯合開發 你要招商引資 等等來改變基隆 可是這一年半來啊 沒有看到這些大方向的 努力的 方向 更不用談成果 所以我認為市長 不應該這個時候就沾沾自喜 因為你的政見 並沒有達到民眾的需求 你不相信的話 我建議那個那個那個 主記住啊 可以去做個民調 市長以上報告的內容 他認為做得不錯的 基隆市民到底有沒有趕 我有感受到市長有努力 市府團隊有在進步 可是啊這個空間還很大 希望市長啊 要更用心的去推動市政 這是第一點建議 第二個 你一整本啊 將近三十六月的報告內容裡面 我大概啊 抓了三個方向 舉出來跟市長啊 做個建議 第一個 市長 執政跟選舉不一樣 選舉的時候口號可以喊得很大 可是執政的時候啊 就要遠見 要務實 我過去曾經提醒你 政策啊 一定要務實可行啊 才能夠提出來 你在這邊啊 又犯了這樣的毛病 重大的政策啊 你犯了致命的毛病 第一個我提醒你的 你說啊 大家都知道 郵輪的業務啊 已經轉向亞洲 對基隆來講 是最好的一個發展觀光的機會 我們都看到成果了 現在一年啊 將近七十幾萬的觀光人口來基隆 比基隆的人口數還大 那你呢 你說呢 要把基隆港發展成為 東亞國際郵輪的營運中心 請問市長你做得到嗎 如果做不到 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口號呢 香港都要被上海取代啦 你基隆如何取代香港 更不要說取代上海 所以我們不可能變成亞太郵輪中心嘛 過去 我們要做亞太郵輪中心 也失去了契機了啦 所以我希望市長的政策要務實 再來 興建東岸多功能郵輪轉運中心 興建西岸什麼旅運大樓 加速C273的速訓工程 C273碼的創意觀光區 等等 這些是基隆市政府該做的 能做的嘛 這都是港部公司的事情呢 你提這樣的報告事項 我認為是不負責任的 你在自欺欺人 我提醒你保證跳票 我是為你好 所以我拿出來跟你建議 政策要務實啦 那另外呢 我們看得出來 市長跟台北市密切的合作 這一點我非常認同 可是我要提醒市長一點 跟台北合作 爭取跟台北合作 不如爭取跟台北合併 才能夠讓林市長落實你的政見 真的徹底的改變基隆 當基隆變成台北市這個區的時候 各位去想想 基隆會如何的蓬勃發展 我今天啊 早上參加兩個工技 這兩個工技剛好都是 那個那個同一家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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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醫社辦的 我本來不知道 我問了第一 第一個工技的單位 他說我請問你們 這樣子 李醫生一個月薪水多少 他說底薪兩萬二 扣到建老保退休金 那百分之一 結果都那萬幾塊 可是他們這種是有業績的 第一家跟我講他一個月可以領到四五萬 我覺得不錯 結果下午又一家我又問了他 同一間公司 他說沒有了 都要兩萬幾塊 差別在哪裡 在一家那間公司是在台北的分公司來辦的 一間是我們基隆辦的 我要講這個就是說 你看一樣的公司一樣的業務 在台北市上班 就可以領到四萬多塊 在基隆只有領到兩萬多塊 這就是競爭力嘛 一樣的頭路 台北公司有什麼 因為市場比較大嘛 所以我是希望說市長 能夠有眼見 真的為基隆著想的話 這個能夠實現你改變基隆的一個 政治的理想性的話 我希望你能夠推動基隆跟台北合併 試看看過去我曾經說服張東榮市長 變了十萬塊 請海大的教授來評估 合併的優缺點 報告寫出來啦 待會兒你自己來報告 要討論啊 我希望市長 能夠往這方面去努力看看 評估一下 基隆並台北的可行性 爭取得到 你將歷史留名 爭取得到 我支持你選未來的台北市市長 那第二點啊 公測會啊 好不容易成立啦 我希望市長要善用公測會 這樣一個行政資源 不要讓他成為什麼 酬庸市 浪費資源的單位 過期有什麼叫做的台北 就是都沒有作為啦 那現在好不容易成立了 我也非常肯定你任用啊 現任的總幹事 他是福人社的前總監 我相信啊 他也擔任過名義代表 我相信你如果好好的支持他 授權他 我相信他應該可以做出一般作為 但是你必須給總幹事一個目標 目標不要搞得太大 你不是要搞文創嗎 我們就先把文創做起來 第二個公測會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單一窗口簡化程序 這個東西你必須啊 發揮你的政治魄力啊 要做到真的是簡化程序啊 不然你就招商就困難重重啊 好這是我第二點建議 那第三個 我要提醒的這個市長 錯誤的政策啊 比貪污更可怕 過去我們基隆最大的希望都市更新 就是火車站C2C3的都市更新 很遺憾啊 過去的政府沒有能力把它招標出去 結果呢 內政部就收回去啊 我們失去了主導權 好不容易 你擔任市長啊 結果呢 你把C2C3保留啦 你把救火車站保留啦 你都想搞文創 這部分 我已經跟你講過啦 我們損失很大 但是現在又有機會 給林市長你啦 你真的是一個好運的指定 我本來以為是時期啦 我先談談文創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文創事業有看到任何成果嗎 沒有 86設計公寓把它弄起來了 請問設計團隊有常住在那邊嗎 沒有像你講的常住在那邊 每天在思考在變化沒有啊 我如果沒有說 兩年後也是這樣 那未來你又把舊一月大樓 想搞文創 我就不知道你怎麼搞 文創啊要搞得成功 一定要跟商業結合 才能夠帶動商機 增加就業機會 不是只有說 空間利用就好了 把藝術品擺上去就好了 這樣子離發展文創 是有很大的距離 希望市長要務實地去 體認這一點 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重點 本會同仁大概 知道一個好消息 內政部啊把火車站C2C3的都更案 再次丟回給基隆市政府 我們的監察委員啊 也要求基隆市政府啊 趕快去辦都更啊 基隆不能再沒落下去啦 寄回來啊 市長這挑戰到你的之前 一年多的政策嘛 你把C2C3保留 你把舊火車站保留 我就不知道你現在火車站都更你怎麼送 但是政治人物沒有關係 現在做錯了馬上改 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市長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重新檢討 C2C3倉庫的保留 救火車站的保留 你看看你救火車站 你把它保留 照理說新的企業有的都要聽到啊 基隆才會漂亮 你為了去發展你的文創 你把它保留 對不對 那你也是 我們幫你保留一個而已 外面用湯匙來打開 一年前看啊 還覺得有點新鮮感 看久就沒有新鮮感啊 更何況 兩年後 大家就沒有什麼意義啦 你還要把救火車站做什麼 做成績轉運中心 現在 中央把這個都市更新 再丟給你基隆市政府啦 所以過去的都不重要啦 我希望市長能夠重新思考我的建議 火車站C2C3的都市更新 對基隆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發展起來 我們這裡有辦法 跟這個郵輪觀光整合起來 以上是我前面對這次 市長總報告啊 給你的三點建議 還是肯定市長的努力 但是啊 加油啊市長 還有兩年時間過得很快耶 轉眼一年半過去啦 我希望在年輕市長的努力之下 讓大家看到基隆的改變 好不好 謝謝市長 好 謝謝 我們南美環保科醫生 我們現在請陳明健陳議員 楊石陳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而且我們市長上任以來 一直重視我們基隆市的一個觀光 所以在市政總報告裡面 市長很著重的就是我們 一個核心 兩個翅膀 但是我跟市長講 在我們西側這部分的一個翅膀 有我們一個比較小 而美麗的一個海岸線 尤其我們有一個黃金沙灘 這部分一到夏季 很多的活動 在那邊舉辦 所以這方面我想請我們 市府要多多的加以宣導 這一次能夠跟市長議長 到日本去做一個郵輪的一個考察 但是到每一個停泊的那個坑鼓裡面 我發覺到他們的港口跟我們的基隆港 有一個的不同 就是在他們港口的入口處 會有很陡大的一些字體 來歡迎我們郵輪進港 比如說到那霸 在堤房外面 它就寫著那霸是歡迎你 在我們海面進港之前 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字體 覺得是一個滿溫馨的一個心情 在我們基隆港在進港的時候 我發覺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 陡大的一個字體 來歡迎我們郵輪的一個遊客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我們市長 是不是可以協調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尤其是斜爾巴電廠有三個大煙囪 所以在海裡以外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標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三個大煙囪 其中的兩隻 我發覺到 第一隻寫基隆市 最後一隻中間留著給台電 第三隻就寫歡迎你 六個字 所以遠遠還沒進港之前 就能夠看到我們基隆市的一個熱情 來迎接我們各國的一個遊客 到我們基隆港 我想在這邊 希望是跟市長有這個很好的建議 早上我們郵遺言還邀請我說 要用原住民的語言來唱一個國歌 如果真的 那天有寫了那六個多大的基隆市 歡迎你那六個字的話 我可以邀請我們的郵遺言 他用台語 我用原住民來唱國歌 來歡迎我們郵輪上的遊客 至於在東側這部分 我們市長也點到 我們各個景點就是缺乏一個創聯 各個景點 整合觀光資源的上位的一個計畫 在這部分 市長也很用心 從鄭兵遺港到我們的海科館 要做一個創聯的一個觀光的一個籠帶 但是在這中間 我想有一部分 有一段的一個市容 還有需要改善了 因為有一些的建物爭吃不齊 所以在昨天晚上 跟幾位那邊的商家也在討論 如果到夜間的時候 能夠增加它的一個亮度的話 更顯示 我們那一帶的觀光籠帶 更吸引更多的一個遊客 尤其這個籠帶裡面 有和平島到我們的海科館 這部分 是不是能夠交易改進 其次就是這一段的一個觀光籠帶 我們環港路這部分 因為最近已經擴建擴大了 但是我們的商家是怨聲載道 一到假日的時候 那邊交通就會打結 連我們的市公車真的有時候都 都是緩慢的要 要緩慢要行進 所以這部分 是不是我們 有關的主管單位還是要注意 這樣的一個問題 以上本期的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明健陳議員 我們現在請 那個洪生永洪議員 央視乘議員 不好意思你在洪生永議員後面 洪生永議員 謝謝 謝謝議長 這個 市長的這個市政報告 從我們所有的地位同仁 大家是 誇獎的也有 就是檢討的也有 其實多數的議員 都還是肯定 我們事務團隊 這段時間的一個用心跟努力 那 從我們2015年 這個天下雜誌 所做的民調 我們市政滿意度 是全國 就是進步最多的城市 就是全國第一名 他整個百分比試 將近百分之32.9% 就是一百個人當中 有比以往 多增加了32.9個人 來肯定我們事務團隊 那麼跟其他縣市來比起來 有八個縣市是服的 那表示說 我們的這個市民的感受度 是肯定我們市長的 是肯定我們市長的 那麼另外 在今年這個2月6號的這個民意調查 我們市政府的市政團隊 首度 突破百分之六十 那表示說 基隆市的市民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 肯定我們市務團隊 針對我們市政的一個努力 所做的一個民調 這是表示一種肯定 但是相對的 我們還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努力的空間 非常大的一些努力的空間 所以我們市務團隊 除了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局處首長以外 市長以外 其實最基本的基層公務員 他也是我們市務團隊的一份子 所以最近我們坊間 有聽到一些我們基層的公務員 直接面對這個市民百姓 所接洽的第一次首次的一個業務 經常看到一些官僚的一些作風 還是在存在跟以往的一個態度當中 這是非常的 就是需要繼續改進的 畢竟人民做主 現在我們實在在說 八市最多人民做主 所以說 希望我們在座的所有局處所長 回去要好好的向各自所屬的 所有的科研 所有的承辦員 要切記 切記 我們現在是公補 是公補 不再是過去以往的一些官僚 這個部分 縱使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業務員 也可能會將整個市政團隊的一個滿意度 做一個急速的一個拉下來 急速的一個拉下來 那麼我們市長這段時間的一個努力 剛剛我還聽到我們藍議員講 就是說我們過去的火車站都更岸 我們過去的火車站都更岸 我們過去的那個金磚 就是四大金磚 過去就是因為我們的市府 沒辦法將我們整個火車站都更岸 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規劃跟一個行銷 甚至於奴額工程的一個花寶 完全沒有人力 完全沒有人力 那麼今天 或許我們市長的團隊的一個努力 讓中央感受到我們現在 這個林市長的團隊 有這個人力 來做一個這麼重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中央將這個火車站的都更岸 將它送回我們金磚市政府 由我們金磚市政府 來做整體的規劃跟一個 來做一個處理 我想這相對的也是一種 肯定我們市府團隊的一個人力 在這裡我真的是借這個機會 真的要好好的感謝我們市府 那麼當然也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好好的將我們金磚市未來的一個金磚計畫 能夠好好的一個處理 讓我們金磚市的這個未來的一個 這個都市更新的一個部分 能夠邁向新的一個層次的一個發展 另外過去我們金磚市 從大戰之後呢 我們當時的這個金磚港的一個 吞吐量是八百多億 那時候是佔我們全國的一個 進出口量是百分之六十九點多% 可以講說過去金磚港 它是一個非防防滑的一個港都 那相對的對於金磚市整體的 台灣整體的一個經濟 也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那麼曾幾何時 金磚市跟金磚港 從這段時間來一直沒落下來 到於我們之前的金磚市 甚至於金磚港 都是處在於整體的一個 各行各業裡面的一個 沒落的一個區塊 那麼現在市長能夠 藉由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能夠結合中央 拉龍平行 其他的這個 周邊的一些縣市 台北市跟新北市 以及向下扎根 跟金磚市各個機關 跟各個團體 能夠做一個拉龍 來凸顯過去金磚港的一個風華 讓金磚市能夠藉由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讓金磚市的一個觀光能見度 及未來城市發展 能夠做一個整體的行銷 個人在這裡 本系在這裡 也肯定我們這個市府 希望我們未來市府 能夠針對金磚港區 我們就是乘起相依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金磚港 跟金磚市密切的配合 能夠將金磚市整體的未來經濟發展 能夠帶動上來 尤其我們金磚港 現在有國際肯定的一個 游人母港 相對的每年 讓我們金磚市 有多達七八十萬的這個遊客 進來我們金磚市 所以我想 我們應該積極的密切 跟金磚港配合 跟金磚港配合 不要分彼子 我們應該將格局放大 金磚港跟金磚市 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 所以未來希望我們金磚市 能夠針對金磚港部分 能夠擴邊經費 能夠更加密切的一個配合 另外 也看到我們 這個市政府突破過去的法令 針對一些封閉型社區的一些道路 的一些破損維修 在這裡也看到我們市長 精心的提出來 我想這個是過去過病已久 而且造成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的一些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 一個就是讓他們每天生活在 道路不平整的一個區塊 那當時是因為愛以法令 我們都知道公費是沒辦法做到私人的一個領域 那麼這次我們市長能夠提出 針對公布行道路 在我們安樂區就包括就是壯觀台北 以及這個台北大國 等等部分的社區道路 能夠因為有新的法言 能夠讓我們市府的一些公有預算 能夠進去將裡面的道路做為維修鋪設 我想這會讓所有的市民感受到市長的一個得證 市長的一個得證 那麼過去基隆因為是區域方面的一個劃分 所以過去基隆市沒辦法設立民宿的這些條款 在市長的施政報告裡面也提起 要將針對我們現在東岸的這個部分 能夠在今年8月來劃分為風景區 請敲通部來核准來評鑑 那這個部分能夠讓基隆市未來有新的 獨立特色的民宿能夠來設立 讓所有的外地遊客能夠來基隆 作為深度的旅遊尤其是背包客 我想對於當地基隆市的一個文化觀光的一個促進 我想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麼另外還有106年針對西安的一個自然景觀部分 本席在這裡也希望我們基隆市政府 能夠積極的一個規劃跟積極的一個爭取 包括讓我們基隆市這個中山區安樂區 所有的沿岸地區 未來也能夠設置獨立的一個民宿條款 讓我們基隆市能夠發揮各個特色跟所長 讓所有基隆市所有的特色的一些民宿都能夠在基隆市各地來成立 然後能夠加強基隆市 由外地的遊客進入基隆來做一個進駐跟一個行銷 了解基隆市的特有的文化產業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洪生有寶克一見 我們現在請楊石城楊議員發言 陳志成議員請做準備 市長大概 講了一年快一年半了 第一年了 大家都在觀察 你到底能夠給我們基隆是什麼 我們看了這一本跟以前 舊的市長所提的大綱的內容 差的很多 在整體的建設方面 我們看的是你寫一些小東西 這些小東西能夠做得到 其實也不錯 但是呢 我看你這個好像又流於口號 在我們這個第二頁上面 你說提到的乾淨城市幸福的基隆 你所謂的乾淨了 是我們市區乾淨了 還是說我們整個基隆市都乾自己 你倒可以看看啦 中山一路了 二路了 都淋潤不堪了 你整個狀況 你會感覺上有乾淨的感覺 到火花山頂那個基隆地標 連個廁所都沒有 人家是憋著在看風景 風景好看 可是呢身體受不了 連個廁所的基本配備 連個廁所的基本配備 到現在都還沒弄 這個都已經有 會堪兩次了 一點動作也沒有 旁邊呢 垃圾亂丟的一大堆 還有整袋的往山下丟的 有沒有去整理 再轉角那個地方 鐵絲網圍著照樣丟 每一年都要清理 到底要去清理 雜草一大堆 你有沒有去割 你從建民街上來 到了仁鎮社區那個牌樓 你去看 那個金城堡壘那邊看 氣製的那些家具 放了幾年了 我也不想提 反正你最喜歡放這個地方 就讓你繼續放 反正百姓也不講話 是沒地方講 還是沒有人要講 還是根本沒有人要理 雜草一大堆也沒有人要整理 你要整合 你說你要區公所 你要理 要志工 你的志工在哪裡 你有沒有去找志工 沒有 你沒有志工 你沒有志工 你的呢 要每次要等到 挖包的時候 才有辦法一次來做整理 平時的維護完全沒有 你有改變到 什麼樣的狀況 幸福水泥 那塊土地裡面 它那個志工池 非常非常大 在這個河慶裡旁邊的這個197號旁邊 那塊大水池 放了幾年的滋留水 放在那個地方 多少蚊子在那邊支撐 它的基地裡面 又有兩大塊的自洪池 淹水雞也先出來 賣光斑啊 那很大的一個空間 在那邊製造 蚊蟲 你怎麼去 讓你的環境更好 你根本沒辦法讓你的環境更好 環境更糟 你從以前到現在還沒改變 志工山一路 從去年應該要打通的那個後門 到現在連打通都還沒打通 中一路可以貫通中山一路 早就可以做了事情 這麼一個小區塊的一個工作 你非的呢 全部弄完以後再讓它打通 有這個必要嗎 可以 尖端性的 區域性的打通 去年就可以打通 到現在還割在這個地方 民眾呢 下了車 從北站下了車 就繞到一大圈 以前是有一個地下罩可以走 已經忍了很久了 到現在還在忍 眼看那個眼前路都可以通了 一看了 看了一年多了 還不能通 有改變什麼 中山一路一百六十幾號 現在那個牆壁 我看你在建港一百三十年 叫人家在人家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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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理也稍微挑 你挑那道理想到真漂亮很好看 我幫我付給你 有些東西勒 好看的東西你可以拿來做 你去海山廠 不是海山廠 山均區 山均區呢 靠近中正路那個尾段那個地方 那個轉角它是用彩色的磁磚 它是用攝影的直接繞在這個磁磚上面 一塊一塊併裝出來的彩色圖片 它把它的美景把它整個弄在磁磚上面去 那個東西才是漂亮的 我們基隆市的好景耶 你要把它刻畫上去 你畫那個圖像小學生在畫的 我還以為這是國小的校園 你既然要做的話你就做漂亮一點 那麼大一塊的空間讓你揮灑 竟然你揮灑那個樣子那個圖案 我看我現在還沒去看 你還沒去看 你去看的話你就知道 還有中山一二路拖關道路到現在目前為止 停車問題 你有辦法解決什麼 改變了什麼 從蔡和元拆掉那塊土地到現在已經起了 港股局跟我們關係不是 我們建港是130年幫它做清楚 不然在地點也拿來用 那塊拿來用啊 停車也不是很好用嗎 放在那地方漲草了 不會起來漲草 基隆港呢 要漲草的地方太多了 沒有插那一塊 那一塊拿過來給市民停車 可以改善你中山二路這一塊停車的問題 你不跟它借地 你在拓關道路的時候 原本可以停放的空間已經沒有了 你市政府還不往這方面來思考去如何去找 我們現在看的摩托車 這個C273摩托車 停放的 位置旁邊還有一大塊的 這一塊 你也不能拿來做我們的汽車停車場 我們汽車呢 到處亂停連轉彎都停 顯像完生了 市政府上來呢 市民竟然投了那麼多票給你 做多為市民做多一點 有利於市民的事 我想這是你應該做的 我們基隆要改變了 看你的作為 講了講出來 你不要嚇我這幾次我看了 下去燒到 我覺得說 乾淨城市在我們基隆 最起碼在中山區 在南海區 這邊看不到 田鳥河 田鳥河你改善了什麼 旭山河你又改善了什麼 西定河你又改善了什麼 你從旭山河每次排放水那些 截流工程那些排放水的出來 每次排放的時候 那個橡皮坝一放下去的時候 排出來那些垃圾 就跑到我們的整個基隆港去排放 我當初有建議 我們下水道工程 你要在這地方 把污水截流口的地方 你設置一個平台 做一個打撈的平台 把那些垃圾定時的打撈上來 你就不用排到大海去 你排到大海去的時候 整個大海就很難看掉命 何況呢 你的這個海洋工廠 還設置在那些地方 你旁邊還有很多的 觀景平台在那些地方 出路的遊客 而且都是外國人 遊軟站在那些地方 看你們的垃圾在那邊飄 你改善了沒有 如果要說好的 大家都要跟我說 但是真的 我如果有一個問題說出來 你才知道我心裡 我們基隆港去打發 這個問題你才不會改善 如果你說出來之後 你才有發育的空間 你才有改善的空間 背景不知道 你才有做到什麼 所以我現在目前講這幾個問題 也希望說你背後 能夠針對這幾個問題 也盡速來處理 以上謝謝 謝謝我們楊子晨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請陳志成 陳議員發言 在座各位大家午安 我想聽了這個市長的施政總報告 然後我們看了他這個整個目錄 其實這是光這個整個總報告的內容以外 那用這目錄 我們大家來做市政總檢討 針對他每個要點我們一翻就可以找到 這是很方便 那我是覺得說 照理說我們市政總檢討 是針對市長這個 市政報告裡面講的東西 來做一些探討 應該是天馬行空把所有的你想到的都拿出來這邊講 那沒有關係 我想所有的想到都拿出來講的話 比如說 又講到這個基隆跟台北合併事情 那大家知道 台北市本身還是有成像差距 光台北跟市 台北市跟社子 台北市跟南港 有很大的城鄉差距 這個不是說 兩個人結婚下去 要有接下來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過了那個母河期要帶多久 基隆跟台北是距離最遠的 可能將來城鄉差距是最大的 高層可能我們如果一樣 這樣當然說 2萬塊 2萬4萬塊 我們的房屋 對去 但是我們的縮定 不一定對去做 所以喔 這個事情很多不是說想當然而 我去以前 我去 一邊參這個 我們的祖宮外長去到台南 這一家村子 村外面 所以這家村子 那些村子 那些都不是中國 跟台北伍去跑 他說 要逃跑 現在最好 是他再來就太多萬塊了 他說 如果是兩個關係 結婚後 以後會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現在所有的案子 可能就是太多萬通的那樣 我相信喔 這個比如 雖然說 有那個無限的地方 我們承認的是在台灣 還有一個是在中國 跟台北伍去 但是結果不是 我們所想的說 會過了 聽到開玩笑子連 大家都告訴我 可能我們生活水平不夠高 大家收入不夠多 還要承受高物價 高房價 的壓力 說不定還更 更淒慘 那我想喔 市長的穩健加速前進 這個穩健的部分 市長做到了 那加速這邊可能 還要再快一點 因為市民 我們市民好不容易 這麼多屆都覺得說 市長做得很不好 所以換了市長 就市民的耐心是有限的 到目前為止 當然我們基本上是有些進步 但市民希望說 那市民 所以這 腳步跨大一點 趕快就讓這機器 盡快就改善完 所以這個加速這部分喔 市政府還可以再加強一下 那看到有關那個 加速停車場整備這部分喔 其實市長講的是 講的是說 把這原來的停車場 透過我們總總 總總跟他們接洽 商討 透過我們這整個動線 的調整能夠讓 要停車的很快 就找到停車位 這是原意是這樣 因為這樣就增加了很多停車場 這是我想 這如果有在處理看來 看就知道 不是說我在分析區 現在沒什麼 都沒有做 哪有可能停車 性的停車都要完成 哪有可能停車 現在 對現在有的 還有這個 另外那百財委 這樣 整合做一個停車 有多少人要來騎人 還是我們本期要停車 我就比較方便 看就知道 哪裡有水有 這個整個動線說明 車輛 停車有多少 都非常清楚 這個已經做到 這個部分 利用這個我們這 停車場 已經做到相當 有發生效果出來 但是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 停車位 我覺得很可惜 我在這個頂邊 我住民這頂裡面 住民中 住民的這個 這頂過裡面 有時候是說 要求 街人飛車 街人 要求這個 鐵路橋 提供 這個土地 來騎 五百位以上的這個 汽車停車位 一千位以上的汽車停車位 騎一個 立體的停車庭 結果我們只有 我都叫這個 五十五位 背水色星 鐵路橋 就除了說 他本身 這個 在這個 街人沾這附近 有很大的土地 通常這樣做 利用以外 市長都有 之前有提到 這個 我們可能 街人秩序 會用的 街人秩序 來這裡的部分 是最好 可以做聽者庭 改革街人秩序的問題 要街人秩序 你秩序 對這個 中年中山 中時 這個 耗一耗一耗三耗一 這些 路邊停車 這些問題 做得改革 讓這個 車都可以通常 那 改革這個問題 就是 對 火車頭 叫鐵路橋 提供這個土地 來做 做立體的停車庭 這樣 有停車位 我們來出題 圍巨停車 我們依法有據 你陣陣有主 現在來 要來消費 要來創啥 還沒中 開庭拆掉 祖先他們說啊 以後不要再來 再來就去拆了 就去拆了 就去拆了 結果是我們沒有停車庭給人家 所以這個保安庸 陳文書說是怎麼沒有要求說 也說 看看怎麼來合作 這個OT 為什麼 我們蓋起來OT出去 給人家外包 這樣 其實也是這個方式 至於說 這個我們飛車頭 我知道市長用的這個骨的飛車站 剛才要做這個我們岸城的利用 是做一個文創 文創 給大家說 在這個時間裡面 這個飛車頭 不要說只要把它等著 讓它放回去 我們可以讓它這樣 充分的利用 所以這個時候做一些小型的 有時候做膽染室這種文創 將來 其實這個地方是要做成績轉運站的重要需求 有飛車頭 有在做這個嗎 所以很清楚就說 這個將來飛車頭 古飛的那個將來就是 成績轉運站的中心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我想那個地方也是最適合的 因為我們原地 所以 所有這個無論國公 或是這個福福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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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你寫在這裡 按所有這個腦瀏的地方 他們都有這個戰備在擋上 現在那裡如果坐下來 我們車都在這個轉運站 火車頭在做轉運站 到這裡寫 那裡高通有一個人 很多人 給車都在寫 另外那幾條本來給他們停車那裡 因為說這個高通行過混亂 讓他們剛才車撞到 做什麼 我這個高通想要拖鎖 所以這個部門 冠軍 秘論說 有好多 冠軍做的 周邊才會環境 能夠整理完善的話 那麼我們這個 整個雞翁區 出出淋入這個動作 都很順調 這是希望市政務 這個方面 比較出來加強一下 至於我們說的這個 我們現在按這個 把那個天空還給我們市民 按天空的這個電線 都會整理完善 這是我記得 我在這個 甚至於淋水路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說 你雞翁區 天際線 去給這些電線 把你抵掉 我們看不到 天看到就是都在電線 旁邊全都在電線 特別 我們這樣路 設定路 交叉口 我很早就拿出來說 這個地方 如果是蜘蛛人 Spider-Man 我們 剛才這樣拚來拚去 飛上去 怎麼四處 隨時要去四處 我剛才看了一個路口 對這個 剛才這樣路 這樣下去看我算什麼 差不多三十條電線在上面 還對面 四處頭倒起來 到頭差不多幾百條電線 這個地方 聽你久了 我們現在這個 換新市場 是不是施法 這個保安 天際線 去路口的天際線 把它清理一下 整理到一條很很好的 不要說那裡 那裡有很多電線 剛才在地下 幫我們說 市區大條的天際線 大家看到了 結果我們那裡 其實我們是很老的 所謂的英文看來 市場全面的電線 我想這個保安 我希望市場 有辦法 我給它加強這個 當然 我們市政府 這個所有的主管 包括市政府 所有的這些人 都非常認真 希望有辦法關切這個市場 這個政見 這個政見當然 我們市場都要對現 不是政見 拿出來說 拿出來看 過後 說這個政見都沒有做到 再讓別平 所以市場 你就是認真 一步一步 按照的事情 想要做的事情 好好推動 但現在 我們中央市場 過去 我們跟我們這個部會 它是很好的關係 所以這個部會 我們有 最多對我們雞人市 不利照顧 所以市場 有辦法 在這段時間 我做到這樣 我如果有聲有色 這是市場 這個客氣 這個有禮貌 他跟人 中央 接著這個台 所以中央對雞人市 並沒有寧願看待 現在還是 這個一樣 這個小燕 開始要進行 對五月二十 中央市場 中央市場 要增加雞人市 雞人市增加益 雞人市增加益 雞人市增加建設 有更好 這個機會 所以希望說 市場 對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 放開這個 腳底 冠軍 向頭前衝 中央 這個官衛做好事 中央對雞人市 官衛 官衛眼神 越來越多 希望雞人市 因為這邊 整個專大 你們希望 放給民進 都做 我們雞人市 跟這個 中央已經有一個 一定的這個 最好 互動的基礎 希望說 透過這個官衛 給我們雞人市 增加益選 有益選 要建設有益選 雞人要做好事 都給我 照我們市民來做 這樣 不但說 我們這個 雞人市民有福 我想市場 在這個雞人市市 所有市場 外面 歷史留名 當然 剛才歷史 要再選 換來市 不可以說 像這個 賴清德 他一個選 民選 民選 要做 這樣 進展 走走走 大家靠 過去的政策 來選市場 這就選掉 這是 我說希望 我想也是我們 本會所議員 對這個林豪前的市場 希望做得好 做得很好 將來 很簡單的 連連 包括說 所有這些議員 因為水上船高 市場做得好 市場做得好 表示議員 感動 有真正 讓市場做得很好 參加我們也水上船高 所有這些 我們 國大人的相對 也是因為這樣 還有將來 中央看說 這個林豪前 把區域的中央 也是一樣 對 跟著水上船高 我想這是 我們大家希望 希望說 市場 我們要保障 好好免衛 趕緊加強 我們該推動 市場 一步一步 腳踏快 推動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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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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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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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